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共和党内部一位州参议员呼吁 如果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失利,应该发动内战 这一言论引发了猛烈批评 并迫使该参议员在社交媒体上道歉 此外,随着拜登退出连任竞选 共和党正试图颠覆关于民主的论述 指责民主党剥夺了选民的权利 这场政治风暴充满了争议和指控 各方都在决力,试图赢得选民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的来源分别是英国每日电讯报 The Telegraph和雅虎新闻YahoUS 在一场引起广泛关注的政治集会上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乔治朗公开呼吁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失利 共和党人应当发起内战 这一言论是在介绍J.D.万斯的首次单独竞选活动时发表的 万斯是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在舞台上朗高举拳头引用枪击事件后 特朗普的战斗口号 战斗、战斗 他警告说美国面临着生存威胁 并宣称他们正在为国家的灵魂而战 特别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 他强调 特朗普和来自巴特勒县的J.D.万斯 是拯救国家的最后机会 从政治上讲 如果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利 将需要通过一场内战来挽救国家 朗坚信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将赢得这场战争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 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特别是在上周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企图之后 朗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言论致歉 表示在政治活动中应该更加谨慎 与此同时 万斯在其家乡米德尔顿的母校举行的集会上 强调了自己的本地联系 赞扬了竞选搭档特朗普 并攻击了当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 他嘲讽自己原本要与哈里斯辩论 但现在将由特朗普与他辩论 并质疑哈里斯的爱国主义 称他在谈论美国历史时 带有谴责而非感激之情 在另一边 共和党试图通过一种新的策略 来综合民主党对其反民主行为的指控 自从2021年1月6日 暴徒冲击国会大厦以来 民主党一直试图将特朗普及其盟友 描绘成极端分子 认为他们愿意否认选民的意愿 以维持权力 拜登宣布退出连任竞选后 共和党迅速支持哈里斯作为替代者 并指责民主党通过施压拜登退出 剥夺了在党内初选中 投票给他的1400万人的权利 这一指控并不基于任何党规 或法律违规行为 而是共和党试图混淆视听的一部分 共和党领导人 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和参议员米奇 麦康奈尔也重复了这一说法 批评民主党试图颠覆初选选民的意愿 然而民主党和投票权专家 驳斥了这一批评 认为这毫无根据 并指出根据党规 代表们可以自由投票给其他候选人 这一过程中 并没有违反任何党规或选举规则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 亚利克斯·弗洛伊德表示 正是特朗普在其竞选活动中散布 反民主言论 并不充说 前总统煽动了一场暴力叛乱 民主党致力于一个公开的过程 来选择拜登的继任者 包括党内近4000名代表的投票 尽管共和党试图将拜登退出竞选 描绘成剥夺选民权利 但这一论点 在民权组织和民主活动家看来 并不成立 今年夏天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民主党人希望拜登让位 这一切被认为是共和党试图 对选举过程投下疑云的一部分 旨在削弱对民主的信任 目前尚不清楚 共和党对被窃取的初选的攻击 是否会对摇摆选民产生影响 但特朗普多年来 一直试图重新定义 有关民主的政治辩论 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他将1月6日的暴徒描绘成爱国者 并指责民主党检察官 利用起诉干涉选举 调查显示 6个战场州的选民更有可能信任特朗普 而非拜登来应对对民主的威胁 这些州61%的选民将 对民主的威胁列为 他们投票的极其重要因素 仅次于经济问题 特朗普及其盟友 还试图利用对他暗杀企图的事件 将他描绘成民主的捍卫者 并将这一企图描绘成反民主的行为 总之 当前美国的政治局势复杂且动荡 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各自的竞选策略中 都试图利用对方的弱点 同时激发各自的选民基础 这种激烈的政治对抗 不仅反映了两党之间的深刻分歧 也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 面临的严峻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共和党人呼吁 如果特朗普输了 就发动内战 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后 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一些 激进的声音 强烈支持当时的总统 唐纳德 特朗普 其中来自俄亥俄州的 州参议员 乔治朗 George Lane 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在一次活动中 呼吁若特朗普在选举中失利 应该发动内战 来拯救国家 这一言论 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事件背景与经过 这一事件 发生在一个大型集会上 由J.D.万斯 J.D. Vance 所主办 万斯是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也是俄亥俄州巴特勒县的政治人物 乔治朗在介绍万斯时 公开高喊战斗口号 强调 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斗 他说 我们正在为国家的灵魂而战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我们的孙子 这是一场我们无法想象的战斗 朗还表示 他全心全意地相信 特朗普和万斯是拯救国家的最后希望 如果输掉这次选举 他认为需要一场内战来拯救国家 这些言论 不仅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激动 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反响 道歉与后续 随着这一言论 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争议 朗在周一被迫道歉 他在X前身为Twitter上写道 我对在舞台上激动时 所说的分裂性言论感到遗憾 同时他提到了特朗普总统遭遇暗杀企图一事 呼吁大家在政治活动中保持谨慎 万斯在集会中也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 发表了批评言论 质疑他的爱国主义 并强调的自己和特朗普的本地联系 及对国家的感激之情 特朗普试图在拜登退出后颠覆民主论述 自2021年1月6日暴徒冲击国会大厦以来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民主党一直将特朗普及其盟友描绘成极端分子 试图否认选民的意愿 随着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连任竞选 共和党试图颠覆这一论述 声称民主党通过施压拜登退出 剥夺了党内初选中投票给他的1400万人的权利 指控于反应 共和党在一系列声明和社交媒体帖子中 指责民主党剥夺了选民的权利 从而颠覆了初选选民的意愿 他们将这一指控 作为重新定义有关民主的政治辩论的工具 试图汇淇民主党在选举中的立场 特朗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直言 民主党偷走了拜登的提名 并将民主党描绘成真正的民主威胁 民主党的回应 民主党和投票权专家 对这一指控进行了驳斥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 亚利克斯·弗洛伊德指出 正是特朗普散布的反民主言论 并煽动了1月6日的暴力叛乱 弗洛伊德强调 民主党致力于一个公开的过程 来选择拜登的继任者 其他民主党人也指出 那些投票给拜登的1400万人 肯定知道他与哈里斯在同一张票上 民权组织和民主活动家 也不认同共和党的批评 认为这是试图对选举投下疑云 破坏支持民主的候选人 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主任大卫 贝克表示 这一指控是不反民主的 并指出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后 试图保住权力的行为 民调与未来影响 《华盛顿邮报》的 一项民调显示 六个战场州的选民更有可能信任特朗普 而不是拜登来应对对民主的威胁 调查发现 这些州的选民将 对民主的威胁列位 投票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朗普在接受党内提名时 强调自己是 为我们国家的人民 拯救民主的人 试图利用这一论述来巩固自己的支持基础 总体来说 这一系列事件 反映了美国两党之间的深刻分歧 并预示着未来政治局势的复杂和不确定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共和党州参议员乔治朗呼吁 在特朗普书调选举后发动内战的言论 首先我要指出 这种言论是一种巨大的危险信号 我们的国家一直以民主选举为基石 而不是以暴力和内战来解决选举结果 这种言论不仅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暴力事件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就太过严肃了 乔治朗 只是在竞选集会上煽动一下气氛 这种言论根本不会真发生 你看看 以前选举失利的时候 哪有真的发动内战的 这不是就像我们在看饥饿游戏的时候 喊句革命万岁 结果大家还是该吃吃该喝喝吗 谢琪琪 这可不是在玩游戏 历史上我们已经见识过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可怕联系 1930年代的德国 希特勒在演讲中煽动仇恨 结果是什么 是二战和大屠杀 我们不能低估煽动性的言论带来的危险 而且不要忘了2021年1月6日的国会暴动 这证明了即便是煽动性言论 也是可以转化为暴力行动的 唉 楚天书 你倒是不错 还把我当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 我只是想说 政治言论是有夸大的成分的 特别是在竞选集会上 拜登退出竞选后 卡玛拉哈里斯接棒 这不也引来了一大堆指责吗 说什么内战只是表达对现状不满的极端方式 并不代表真的会付诸行动 再说了 没内战 怎么知道我做的炸鸡有多好吃呢 这不是炸鸡比赛 谢奇奇 当政治领袖开始使用内战这样的语言时 他们是在玩火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已经达到历史高点 这样的言论只会进一步撕裂国家 再说 煽动暴力言论也是非法的 难道我们要容忍这样的违法行为吗 好吧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我们已经在内战边缘了一样 可是 你也得承认 有时候这些言论只是政治表演的一部分 目的是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难道你没看过纸牌屋吗 这些政治家都在玩一场大棋局 在这个棋局里 有时候夸大的言论只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筹码 你总不能因为一场戏就把整个剧场给关了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